要打 不要看这一生 这一生的时间太短暂了 常常为来生着想 来生里面 第一殊胜的是极乐世界 因为你到极乐世界 肯定做佛 到其他世界 多半都是人天年道 不过人天年道 比娑婆世界都殊胜 佛宝党 寿命长 肯定 你们刚才问到这个寿命 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 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 皇帝内经 灵书经 这个里面所说的 人的寿命 应该要活 200岁 为什么你活不到200岁呢 是你自己把自己身体糟蹋掉 你不会保养 这个身体像一个机器 你要懂得它的性能 你要好好的保养 它会用很久 像我们现在用机器一样 这是我们这个道场机器很多 你要不会使用 按留按错了 不知道保养 它的寿命就间断了 就这个道理 那么怎样保养呢 养心 要筋 养身 要动 身体要运动 所以活动 活就要动 不动就不活了 活不了了 所以要活动 这些名词术语都很有道理 心 你看看金刚经上讲的 三心不可得 楞严经 切除真心 心在哪里 心找不到 心真有 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 所以 心要空 心要虚 心要近 心里不能有东西 天天打妄想 伤心 伤心底下两个岁 害命 害自己 不是害别人 你为什么活不了两年半岁 你天天干的伤心 害命 你的寿命 怎么会正常呢 心里不能有东西 身体要运动 所以佛门 对于养身之道 那是作绝了 你看佛家教给我们 拜佛 拜佛是运动 拜佛的时候 那像我们凡夫 不能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就成功了 念头断不掉 断不掉嘛 断不掉 一念 心里只念阿弥陀佛 把所有一切妄念 归成一念 哪一天这一念也没有了 你就成功 你就功德圆满了 所以念佛是用这一个方法 把你所有一切妄念 制住 以应念至一切妄念 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用别的方法呢 你看参禅用速习 用速习 也可以 但是不如念佛好 念佛有阿弥陀佛 为神加持 是经常讲的 他曾经法了院 所以我们念他的时候 他有福利加持 你念一二三四五六七 得不到加持 是由这个效果 没有这个加持力量 你要懂这个道理 懂这个道理才晓得 你对念佛才有信心 你才会欢喜念他 所以心要尽 身要动 这个修持的方法 那么修功德 这完全相应 修负德呢 修负德也相应 修负德里面就是 有信 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修博士 修财博士的财富 修法博士的聪明智慧 修无微布施 得健康长寿 你只认真去修这三种布施 你就得这三种果报 这三种果报 是佛得的 第三 可否转负德为功德 可以 都在因练之间 修负德 不执着负德 修负德 不想负德 就别转变成功德了 我有福 让大家去想 释迦牟尼佛当灵在世 他给我们实现的 这个我们要注意 他一生 每一天所修的 三种布施之主 他每一天给大家 讲经说法 讲经说法是法不实 看智慧 那么讲经需要身体 这个身体叫内财布施 我用身体 我用这个体力 来为大家服务 像现在许多同学 在道场做义工 这个做义工是内财布施 他这个佛报 比外财布施的佛报还要大 外财你虽然有钱 你拿个十万八万 到这边来供养的时候 外财 你在这边上做一天的义工 就不值十万八万 所以内财外财 我们要想的 释迦牟尼佛一生 内财布施 法布施 无威布施 天天都在干的 它是把福德转变成功德 经事习福 可否转经事佛报 为福德和功德 可以转的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意思 你要都懂得的话 你都会学习 你一定能做得到 一定能转 这位同学来自江西的 是一位出家人 邓航法斯 他说 我们是个 能进 双修的苦道场 几年来 我们依靠 自己种田 种地 解决 自己生活问题 第一个 我们拒绝了 上班 要把我们 作为旅游区 搞 搞和经济 意见坚持 也把大锁 锁住了山门 对拜佛者 热勤 接待 参观 玩耍者 请无 入内 出家人 很少 出山门 来着都赞叹 我们道场 清静庄严 使镇修道场 这是对我们的 鼓励 与鞭策 由于有些事情 我们自己能力办不到 必须请人帮忙 这个问题就是钱 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困难 不得不将居士们拿出来供养出家人的东西 转送给对方 有时 也将自己 对 是一个 音频运 大讹 员 两